欢迎大家收看我们OASUS TECH的频道 今次讲一讲小型赛车装备里面 我觉得一件很重要的装备就是护甲 就是WIPProtector 也叫护蠟 顾名思义 这个是保护车手的蠟骨 为什么这件装备我自己觉得对于车手来说那么重要 当然其实安全装备就有多无小好 去到小型赛车装备 护颈 护甲 甚至护膝都有人用 但是这件护甲我觉得对于伸手也好 长玩 即是玩得久一点点 熟一点的车手来说 都是一件很需要的装备来的 护甲因为保护你的肋骨 你的肋骨坐在小型赛车的椅子里面 其实你的肋骨就会贴着椅子 就是说你过任何的弯 你的肋骨就会吃到椅子里面 如果有个护甲 第一在无意外发生情况下 它就会保护 会有阵子保护层 变成隔一隔 将它的力平均散布在肋骨 你就不会那么痛 还有有时候小型赛车的椅子 是会有一口螺丝在顶着 如果你没有护甲 就你个肋骨吃 那你觉得你的肋骨碰着的螺丝好一点 还是用护甲来隔着好一点呢 这个在无意外情况下有个基本保护功 在有意外情况下 这个更加重要 小型赛车一般都是拌尾 或者拍到埋场 去得远一点胎阵 有个横向的力 那变成有个护甲会有很多 另外有时候比较严重的意外 就是假设你掉了头也好 横向 比一辆车横撞 我们叫T-bone 那你当然有个横向力会很大 那到时如果你有个护甲在里 保护性会大很多 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相片或者视频里面 其实现在近代的护甲都已经是用硬甲的了 那硬甲有几种不同的物料 有塑胶 有玻璃纤维 或者去到漂亮一点碳纤维 上一代那些软甲 用一些EVA棉 甚至海棉那些 珍珠棉那些 其实已经逐字都比较少人用了 比较少人用 我们一般推介都用护甲的了 即是硬甲 硬甲刚才说 入门那些其实千多元有件 Alpanstar这些胶的 那去到漂亮一点有Bangio 意大利人手造的了 去到有些比较特别一点的了 是有Flexy Carbon的 有弹性的碳纤维Stylo 我就觉得这一件Stylo 暂时来说在文用级别来说 算最好的 又轻又薄 保护性又够强 又在肋骨上可以贴上车手的肋骨 所以这个是我最推荐的 新手玩买一件便宜一点 其实已经有个好好的保护功能 所以在这一件装备里 不要省这个钱 是的 我也跟很多新手说 如果预算有限 第一件要买的装备 其实就是护甲 另外最后想提提大家 买护甲最紧要亲身试过才好买 因为有很多牌子分很多不同尺码 有些会分到小到 小到中码和中码中间 它还出过SM码的 在我们公司的资料 OASUS TECH上来购买最好的护甲 好吧